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估计的方法。 我们这里要介绍的估计的方法是三个常用的估计方法。 第一个是我们所谓的洞差估计法, 这叫做moment。 这个地方我们要大概的就是了解一下 洞差在前面我们有做介绍母体洞差跟这个叫做样本洞差。 那么第二个,这是很常用很常用的, 叫做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这个简称叫做mle, 这个也是在我们统计里面估计的一个方法里面很重要很常用的。 那么第三个,背试的估计法, 这个现在目前也非常的流行。 这个在商业上还有医学上面的话呢, 也是常常的话呢, 使用这个方法来做研究。 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什么叫做洞差估计法。 洞差估计法, 他们的思考方式是这样的。 现在假设这个population, 就是这个是母体, 那么我们从母体的里面抽出了一批资料, 这些资料的话呢, 我们称为样本。 我们想要从这些样本之中, 想要了解母体它的参数。 假设我们想知道是θ, 这个θ的话呢, 我们常常的话呢, 是要知道的就是比如说母体的平均数, μ, 或者是sigma, 变异数, sigma, variance都一样。 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 我们想要用这些资料, 那怎么做呢? 我们的思考的方式是这样的。 母体的洞差, 要等于样本的洞差。 我们利用样本的洞差来估计母体的洞差。 那怎么做呢? 是利用这个方程式。 这个是k, k等于1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期望值。 k等于2的时候, 这就做二阶的, 这个叫做二阶洞差。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是样本啊, 样本的这个四方。 总和之后来平均数。 这就叫做样本洞差。 这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主动去估计母体的参数。 那么我们下面, 我们介绍第二种估计的方法。 叫做最大概四法。 最大概四法, 法子考的方式的话呢, 跟我们前面的叫做洞差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这是一个母体。 那么我们的参数, 好, 不知道。 那么我们从这个母体之中, 我们抽出了一笔资料。 好, 这笔资料, 这是我们所抽的叫做样本。 这个样本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 我们现在就要思考怎么样做呢? 我们反推回去。 我们想想看, 这个母体的参数要多少才能够让这一批样本能够得到最高的几率。 那这个思考是反推回去。 那么同学的话呢, 可能觉得这个叙述不容易了解。 那么我们就介绍一个最大概四法的一个观念。 假设我们在这个母体之中, 好, 我们发生了一个抢劫案。 抢劫案的话呢, 那警察想要知道说这个强盗是谁。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他们从这个里面抽出了一批资料, 这些是有钱科的。 然后再从这些有钱科找出一个最大的可能性的一个人。 最可能的就是所谓的最大概四法。 那么这个方法, 我们在后面也会提到, 这是利用一个叫做最大概四函数去做一个反推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再介绍下面一个方法, 叫做背试估计法。 背试估计法, 首先我们要先给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事前的几率。 叫做prior probability。 那么事前的几率, 我们可以有经验或者是主观的判断, 我们先去给了一个事前的几率。 那么我们经过了取样去做了一个修正。 这个事前几率可能是跟我们的取样会有些很大的差异。 然后我们利用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叫做背试定理。 其实背试定理就是我们条件几率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修正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新的一个结果。 这个新的结果, 我们称为事后的几率, posterior probability。 这个事后的几率可能就会跟事前的几率有所差距。 但是这个方法的话呢, 我们就称为背试估计法。 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三个估计的方法。 第一个, 动差估计法。 这个是很常用的, 但是动差估计法它有的时候会得到一些不是很合理的结果。 但是动差估计法的话呢, 是非常的简单好用。 它是主动的估计, 但是它也有一个坏处, 就是动差的估计法, 他们的估计的方法可能不为一。 那么最大概试法, 这是一个很常用的, 现在目前在统计里面的话, 这个方法的话呢, 是很不错的一个方法。 它是利用一个反推的方式, 去找出最大可能性。 那么背试的估计法, 这个地方就是要介绍的是条件几率, 先给一个事前几率, 透过了一个条件几率的一个修正之后, 得到了一个事后几率。 那么这三种估计都是非常常用的估计方法。